失忆后 我和死对头结婚了 他也失忆了 我俩在海边小渔村 当了几个月的穷逼夫妻 等家里人千辛万苦找到我们的时候 我都已经怀孕了 一 失忆后 我就认得林初晨一个人 他也失忆了 就认得我一个人 我俩一见面就互相认出了对方 我叫他林初晨 他叫我男亲亲 就我们的渔夫大哥说 我俩被救的时候死死的抱在一起 一定是跳海殉情的苦命鸳鸯 老天有眼 我俩都没死 虽然觉得有点离谱 但我很快接受了这个设定 林初晨英俊帅气 像个富家小少爷 恰好长在我的审美点上 我长得白皙干净 清丽脱俗 活脱脱有钱人家的大小介 林初晨也接受了这个设定 大概觉得我俩外表看起来挺般配的 然而 我俩都失忆了 完全不记得家住哪里 也不知该找谁 只好在小渔村赞住下来 嗯 为了养活自己 我俩开始每天帮救命恩人家里干活 林初晨跟渔夫贵哥一起出海捕鱼 我陪着贵嫂去村头卖鱼 刚卖了几天鱼 我就被村头的一个小流氓缠上了 她见我生的好看 借口要买鱼 几次三番在摊位前对我纠缠 动手动脚 我胆子小 只敢躲在贵嫂身后 回到家 我小心翼翼同林初晨说了这事 她当时就坐不住了 一拍桌子要去收拾小流氓 算了 咱们本来就寄人临下 别惹出麻烦 我生怕她闹出事 滴滴安抚她的情绪 那我也不能看着自己媳妇被人欺负了 这些日子 她很自然的对我一口一个媳妇 生怕我被别人抢走 林初晨愤愤不平 表态明天陪我一起去出摊 我心里甜滋滋的 我俩果然是跳海殉情的小情侣 要不你们结婚吧 贵嫂给我俩出主意 你们都跳海殉情了 早点结婚 以后回家了 你们家里人肯定也不会说什么了 我害羞的低下头 面上一阵羞哄 那就麻烦大哥大嫂帮我们选个好日子 林初晨欢喜得很 大大方方筹备结婚 三 第二天 小流氓又来了 哎哟 没你今天卖什么 小流氓话没说完 林初晨就从旁边冲了上去 一把将人按在了水桶边 就是你天天骚扰我媳妇 小流氓先是一愣 随即叫嚣起来 你敢动我 你死定了 林初晨唰一声 将小流氓的头都按进水里 让他尝尝生鱼的味道 我死定了 那你一定得死在我前面 越是被人威胁 林初晨的举止动作 越是肆意害人 我吓了一跳 连忙上前阻止他这害人的举动 小流氓呛到半死 这才被甩到一边 还敢纠缠我媳妇吗 过了好半天 小流氓刚缓过神 又被林初晨踢了几脚 林初晨居高临下的 看着半死不活的小流氓 压迫力十足 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了 小流氓欺软怕硬 遇到林初晨这种 不按套路出牌的 哪里还敢嚣张 再有下次 我就弄死你 滚 我见小流氓走了 这才上前 将他拉到身边坐定 下次不要这样 万一真把他弄死了 你也会倒霉的 放心 你老公我有分寸 林初晨拍着胸徒 向我邀功 我灰心一笑 懒得理他 四 因为人生地不熟 我俩手里也没什么钱 婚礼 就请小流村里的邻居们 吃了顿便饭 算是摆过久了 至于结婚证 等以后再说 邻居们很好心的低价 做给我们一个小院 作为我和林初晨的新家 众人散去 洞房里只剩下 我与林初晨两个人 同我表忠心 我也什么都没有 你愿意娶我 我心里很开心的 你以后要听我的话 好 从今以后 我就是你的忠权 林初晨乖巧英声 我以前怎么没见你 这么会说俏皮话 我脑海中 似乎有什么画面 快速闪了一下 画面里 林初晨一身灰色西装 身姿挺拔 手中断着一杯红酒 站在人群之中 无比耀眼 我就在不远处看着他 记忆有点要恢复的意思 历史又想不起来更多 你想起以前的事了吗 林初晨比我还激动 我摇摇头 有点灵心的记忆 好像是我们在一起的画面 想不起来就别想了 以后总会想起来的 咱们早点睡觉吧 林初晨低下头 炙热温暖的唇 附在我的唇上 细致而又深情 吻得我一阵心神激荡 早点睡觉 显然是早不了的 这一晚 我直到后半夜 才疲惫的靠在林初晨 怀中入睡 五 时间一晃就三个月过去 我俩虽然日子过得依旧清贫 但勉强有了点盼头 林初晨帮小渔村的渔民 成立了一个渔业协会 现在是协会会长 每天帮渔民们 同渔贩子谈判 避免渔民被渔贩子恶意压价 我在渔市场的摊位稳定下来 生意不错 日收入能有两三百 没人再敢随便得罪我 都知道我老公打人不要命 变故突如其来 这天 我正在市场上卖着鱼 贵嫂急匆匆奔到我的摊位前 青青 你家男人被几个开车的人带走了 怎么回事 我吓了一跳 连忙询问具体情况 今天小林刚和我家男人出海回来 就有几辆车子开到港口 将小林强行带走了 贵嫂急急拉着我 那些人说是小林的家里人 也不顾她的反抗 就把人压上了车 我扔下鱼滩 急匆匆往家赶 待我赶到家 赫然发现我家小院门前 围码地看热闹的邻居 众邻居正围着一辆 看起来就很贵的黑车 青青 一个看上去四十来岁 时尚漂亮的女人 激动地上来抱住我 青青 你受苦了 怎么被林家那个狗东西 糟蹋成这样啊 女人激动地抱着我 看了我片刻 哭得泪如雨下 我看着女人 与我有三四分相似的漂亮脸蛋 陡然间脑海中灵光一炸 哇的一声 跟着哭了出来 妈 我这一声妈叫得可谓凄惨 对我妈一刺激 我陡然恢复了所有记忆 我想起了与林出城的真实关系 我俩一直都是不死不休的死对头啊 六 京都林家和男家 一直都是死对头 我们两家有太多的业务重合 导致抢生意的路上 始终如一的各种始绊子 下黑手 阴招不断 林出城是林家的小少爷 而我则是男家的大公主 我俩年纪相仿 从出生的那一刻 就注定了是对手 之后的每一天 也都在对手的路上越走越远 死对头当然不可能一起殉情 那天 我小姐妹家里新买了艘游艇 邀请我出海都风 小姐妹又叫了几个朋友 难难你你十来个人 林出城正在追我认识的一个姐妹 厚着脸皮凑了个人头 出海后 我俩因为家里生意的事情 在甲板吵了起来 吵着吵着几乎就要动手 谁知道 海上突然一个大浪袭来 林出城亮相着扑到我身上 然后我被他扑落下海 救命啦 谋杀 我游泳技术本来就菜 突然被他扑到水里 吓得四肢不协调的胡乱扑他 不是 误会 我不是故意的 林出城连忙解释 一边解释一边游过来拉我 你别碰我 你想谋杀我 我只想赶紧逃离他 谁知道刚有两下 一条腿就不争气的开始抽筋 眼看着就要沉下去 别动 抓住我的手 林出城连忙过来捞我 我宛若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死死的抱住林出城 你这样抱着我 我也游不了 你推我下来的 你不救我 你就是谋杀 你暴松一点 我往前游 你喊救命 林出城带着我慢慢绕着游艇游动 寻找能上去的位置 谁知道 又一个大浪袭来 我俩的头同时 狠狠磕在了游艇底部 然后被浪潮席卷着 离游艇越来越远 等游艇上的同伴 发现我们落水的时候 我俩都被海水卷出去 近千米了 再后来 我俩被海上的云民救起 双双失忆 还因为死死的抱在一起 被误会成了跳海殉情的小情侣 简直离了大谱 其一 我严重怀疑林出城是假装失忆 占我便宜 两人同时失忆 哪有那么凑巧的事 我想到自己在小渔村 同林出城 当了几个月的恩爱小夫妻 恨不能立刻把他给切了 回到家 第一件事就是好好地泡个澡 去掉一身的鱼腥味 林出城 你死定了 想到在小渔村 每天与林出城相拥而眠的画面 难受的我恶心想吐 吐着吐着 我突然意识到一件可怕的事情 我的立假过了日子没来呀 和林出城一起的日子 他好多次都没做安全措施 怕不是怀上了吧 轻轻 我让厨房做了你爱吃的菜 这些日子在外面真是受苦了 都受了一圈了 我妈喊我吃饭 心疼地捧着我的脸 几次三番 确认我真的回来了 跟妈说 林家的臭小子怎么欺负你了 回头我让你爸找他爸麻烦去 一定让他好受 林家常年与我家作对 我妈对林家也满是敌意 妈 回头再说吧 我现在想休息一下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暂时没有心情思考 饭后 我偷偷去药店买了两只燕运棒 躲在洗手间里 看着燕运棒上明晃晃的两条杠 欲哭无泪 竟然真的怀了林狗渣的孩子 老天爷跟我开什么玩笑 一时也不知该怎么处置肚里的孩子 犹豫过后 我决定给林初晨打个电话 没人接 我连续打四五个 全都没人接 好你个林初晨 给本大小姐装死 本大小姐非得好好收拾你不可 爸 我开车冲到了林家门口 叫林初晨给我滚出来 我向来脾气火爆 此刻心中郁洁 更是差点爆炸 南大小姐 少爷在医院还没回来呢 林家的管家认得我 客客气气与我解释 我们就强行把他压上车 谁知路上他说要去找媳妇 跳车逃跑 摔骨折了 我翻了白眼 又气又无语 傻子吗 竟然敢跳车 林初晨住在医院的私家病房里 林妈妈正陪着他 我到了门前 犹豫着要不要进去 要不要当着林妈的面骂他一顿 我真的想不起来你是谁啊 你让我去找我媳妇行不行 我一整天不回家 他肯定着急了 你果然不讲道理 难怪我要跳海殉情 你是不是把我媳妇也关起来了 不要以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要报警抓你们 我听到林初晨熟悉中 带了几分霸道的声音 不免一阵头大 他还生蒙活虎的 就是没恢复记忆呢 什么媳妇 你说南家的臭丫头吗 林母显然非常生气 南青青那个臭丫头 给我们家找了多少麻烦 你要是敢找她当媳妇 你就再不要进我林家的大门 谁要进你家大门 我都不认识你 林初晨底气十足的反驳 林母约莫要气炸了 声音都多了几分颤抖 你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待着 奶都不准去 我给你找国内最好的脑科医生 肯定把你脑子治好 我听到这就忍不下去了 笑嘻嘻推门走了进去 伯母 你这是干什么呀 生气伤身 快消消气 我假装热情 要为他拍背 林母见到我 简直像是狗见了猫 立时要冲上来 将我撕了的架势 南青青 你给我儿子 灌了什么迷魂汤 伯母 你不能污蔑我 我可什么都没干 我扭头看向林初晨 热络地坐在他的病床上 心疼瞧着他腿上打的石膏 你不要命了 竟然敢跳车 伤得严不严重 不严重 医生说轻微骨折 很快就能好 林初晨忠犬是傻笑 媳妇 他们没伤害你吧 放心 他们不敢 我摸了摸林初晨的狗头 笑道 乖 晨晨 这个就是你那恶毒的妈 就是他一心反对 千方百计阻止我们在一起 所以我们才不得不跳海殉情的 林初晨果然警惕 看着林母 伸出手紧紧抱着我的腰 放心 你是我认定的媳妇 就算他真是我妈也没有用 我不理他 林母几乎要被我气死了 伸手指我半天 拿出手机给林父打电话 赶紧给我死过来 你的宝贝儿子 被男家的臭丫头勾搭走了 九 正所谓对头不快乐 我就快乐 他们越是不高兴 我和林初晨在一块 我还非得趁着他失忆 搞点事出来 晨晨 走 我带你回家 我说服我爸妈 让他们接受你 以后你就住我们家 是我们家议员了 真的吗 林初晨似乎觉得不敢相信 当然是真的 我给林母一个挑衅的眼神 林初晨沉默片刻 洛洛问我 那我岂不是入坠了 怎么 你不愿意呀 本大小街家财万贯 无数年轻的小伙子 等着来我家入坠呢 我低头与他对视 压力给到他 林初晨纠结片刻 叹了口气 入坠就入坠吧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我都愿意 咱们这就走吧 我几句话 给林初晨哄好了 准备把他带回家当人质 到时候 我看他林家还敢怎么针对我 儿子 你怎么这么笨啊 林母都快急死了 这死丫头把你忽悠卖了你 还在给他数钱呢 你胡说 我媳妇是正经商人 他卖鱼 从来不缺金少两 林初晨这憨憨 竟然驴唇不对马嘴的 给我当起辩护 不准走 林母见情况说不通 只能抓住林初晨的胳膊 怎么都不肯放我们离开 你放手 我要跟我媳妇回家了 林初晨一脸无语的瞪着林母 一拐一拐地蹦跋着要跟我走 场面一度十分紧张 我灵机一动 将林母往门里一推 从外面暂时将病房门锁上 让她待着去吧 媳妇 你今天真漂亮 林初晨被我掺得走出医院 一上车就开始捅我贫嘴 好看吗 等会给你也整好看点 我一阵脸红 感觉像在欺骗纯情小男生 十 林初晨 你来干什么 我爸刚回家 恰好看到林初晨从我的车上下来 顿时火冒三丈地冲到我们面前 你把我闺女祸害成瘦竹竿了 你还想怎样 我爸的暴脾气也是受不住 我 林初晨尴尬站在原地 可怜爸爸看向我 一时不敢开口 伯父好像不喜欢我 我拍拍他的肩 示意他安心 走过去将我爸拉到一边 爸 你不要这么吵 他失忆了 他失忆就失忆 你把他带回家干什么 我爸一脸迷惑 我冲他眨眨眼 他现在最听我的话了 我忽悠他来我们家入赘呢 要不了多久 林家就忍不住主动来找我们了 到时候生意怎么谈 爸把你说算的 我爸眼睛一亮 竖起大拇指 闺女 你这糟糕啊 府邸抽薪 我看林家的老头 还怎么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我爸变脸比翻书还快 立刻转过头 笑呵呵 同林初晨握手 贤婿呀 刚刚是爸态度不好 爸这就让管家给你安排房间 尽管安心 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 谁要是再想分开你跟我闺女 爸第一个不放过他 我差点憋不住笑出声 我爸比我还细精呢 十分钟后 我的手机就要炸了 电话一个接一个 信息更是风一般滴滴作响 我爸把林初晨入坠男家的消息 发在了朋友圈 现在大概整个金圈都知道了 十一 清清 姐妹 你可算是回来了 回来就好 你哦啊 让林初晨来你家入坠 一回来就搞出这么大的事 快说说你怎么做的 真是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你们失踪的这段时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山盲海市的狗血爱情啊 快快快 从事招来 手机里 我的姐妹团疯狂刷屏 全都让我交代 和林初晨恋爱的经过 我只能关了手机 装没看到 从弟弟的衣帽间 给林初晨找了几身换洗衣服 喜欢哪套就穿哪套 都是新的 林初晨抱着衣服 愣愣看着整个房间 几百套的新衣服 媳妇 原来你家这么有钱 哪为你之前跟我 住那么破旧的房子 他愧疚地看着我 那眼神宛若一只受伤的小狗 我心说你可别愧疚 你家也很有钱 等你恢复记忆 就知道我都搞事能力了 到时候你非但不会愧疚 可能还想打死我呢 我这边安顿好林初晨 就收到我爸的消息 林家来人了 人来得够快的呀 还没下楼 已经听到一阵女人的咆哮 男青青给我滚出来 把我弟弟当傻子骗 你看我收拾收拾你 听声音就知道 林初晨的二姐林初慧 我慢悠悠下楼 居高林下看着林初慧 嬉笑起来 哎呀 这不是二姐吗 二姐上门 怎么不提前通知我一声 谁是你二姐 林初慧气到无语 楼下几个人 面面相去的看着我 林爷爷 林父 林母 林初慧 一家子来了四口人 林爷爷 伯父 伯母 你们都来了呀 我笑音音的挥手 同他们打招呼 心情愉悦 热情洋溢 十二 男青青 我弟弟失忆了 你就忽悠他 你要点脸型吗 林初慧对我没有一点好脸色 我劝你态度好点 我很快就是你弟妹了 我明天就能带他去领证 你信不信 你少胡说八道 我弟弟能看上你 你就是欺负他 现在脑子不清醒 林初慧就是林家派出的战斗机 毕竟长辈不好意思大声骂人 只能他这个后辈出来 捅我对喷 谁怕他呀 我可立于不败之地 他只是失忆 不是白痴 他自己选择跟我回来的 他亲口说了 愿意来我家入赘 我没有强迫他 我回他一个大白眼 臭不要脸 你快把我弟弟交出来 林初慧嗓门挺大 可惜对我没什么效果 他都愿意为我跳车 我怎么舍得让他再跳一次 他被我气得原地跺脚 行了 没大没小的 林爷爷一声令下 林初慧不甘心地 退到林父林母身边 一双眼睛恶狠狠地盯着我 真是恨极了我 不用浪费时间 直接说条件吧 终于开始说正题了 林初晨这小子 害我闺女落水 流落街头摆摊卖鱼 受了几个月的苦 这让怎么算 我闺女娇生怪养大的 现在手都粗了 怎么算 林初晨还骗我闺女结婚 明知道他脑子不清楚 骗他结婚 骗他同居 这件事要是追究起来 林初晨这小子 得进去待上几年 我爸开始数 我在小鱼村里受过的苦 甚至越说越重 说得严重到 马上就要去告林初晨了 我吓了一跳 连忙上前扯了扯我爸的衣角 示意他不要再说了 年轻人之间的感情问题 怎么到了你的嘴里 就这么难听 你闺女失忆了 我儿子也失忆了 他要是好好的 能看上你闺女 就你闺女那嚣张的样子 我怀疑他根本没失忆 就是故意在骗我儿子呢 男轻轻趁着我弟弟神志不清 忽悠他来你家当上门女婿 这个你们怎么算 不要以为我弟弟现在傻了 就能被你们欺负了 男轻轻就是个大骗子 两家人很快吵成一团 吵架的声音震得我家别墅 轰隆轰隆作响 我确定我是真失忆 但不确定林初晨是不是真失忆 好了别吵了 我们也不是来吵架的 直说怎么解决吧 林爷爷一直没有加入团战 听了十几分钟的假后 忍无可忍 上个月 我爸收敛心神 在商言商开始谈价 好 还给你们两个对等的项目 但有条件 你闺女同我孙子 从此以后一刀两断 不能再有任何感情上的来往 也不能在外面 胡乱传两人间的私事 到底老人家有魄力 抢走一个还回来两个 我爸冲我使个眼色 表示这价位可以有 我开始想 怎么同林初晨说呢 刚刚才忽悠他说以后是一家人 扭头就把他卖了 卖对手的事情我以前经常干 天天这一次卖得有点心痛呢 明明林家已经给出了 无法拒绝的价格 我转身上楼 刚到二楼 就看到林初晨靠在墙边 神情没落的 冲我痴然冷笑 你把我卖了 卖了多少钱 13 我呆愣愣看着眼前 有些落寞的林初晨 忽然感觉 这一刻的他好像没那么憨傻了 他恢复记忆了 你把我卖了多少钱 他目光灼灼的盯着我 又问了一次 这一次 他的声音更多了几分灵力 不容拒绝 他再也不是傻乎乎 听我鬼话连篇的林初晨了 终于重新变成了 从前那个雷厉风行 精力能干的林家继承人 他可是林爷爷清点的继承人 还没成年 就跟着林爷爷学做生意 明里按理的手段 都学得十分到位 大概一个亿呢 我舒然假笑 莫名有点心酸 既然你突然好了 我也不骗你了 咱们的误会到此为止 要是让我知道你在外面 跟别人讲我的隐私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死对头就应该有死对头的样子 三个月得恩爱小夫妻 不过是一场关于失忆的误会 你什么时候恢复的 林初晨突然问我 我妈去接我的时候 你呢 你是真失忆了吗 是 不过我跳车的时候就恢复了 林初晨吃笑起来 我差点以为 你真是我媳妇 但我又一想 你怎么可能是我媳妇呢 我大大是在做梦 男大小姐不拿刀砍我 就该烧包香了 我想问你 有没有那么一刻 你真把我当成你丈夫 我用力握拳 努力稳住颤抖的心神 呵呵笑着 你在问什么屁话 我没有抽你巴掌 是因为你爷爷给的赔偿到位了 快走吧 你家里人都在下面等着你呢 你真的很厉害 林初晨一步一步的经过我身边 侧身回头 用口型对我又涂了几个字 我看得真真切切 大概也猜到了他说的是什么 他说我 无情无义 我只觉心口莫名被捅了一刀 愣不吭声作痛 十四 晚间 澄清一下 林初晨入坠我家的消息 纯属谣言 子虚无有 我来到家里开的美容院 小姐妹们也在这里集合了 我就说嘛 就算你厉害 也不可能让林家小少爷 到你家入坠呀 真是吓我一跳 还以为是真的呢 清清 你们失踪这段时间在哪 姐妹们七嘴八舌的围着我问话 鸟不拉屎的地方 全村都靠打鱼为生 电话都没有 害我在那卖了几个月的鱼 皮肤都操了不少 这不刚回来 就急着来护肤了 对不起 清清 都怪我 我就不应该带你出海 差点害死你了 小姐妹 瞧见满脸愧疚的来到我跟前 上次坐的游艇就是他家的 这段时间 他也承受了很大压力 把林家小少爷和南家大小姐弄丢了 两家长辈差点没把他扒皮拆骨 我瞧他精神状态比我还差 反过来安慰他 这是不怪你 要怪只能怪林初成那狗渣脚底打滑 害我掉进海里 算了 以后也不要再提了 晦气 还好你没事 我差点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乔倩一把抱着我 哭得稀里哗啦 好了 别哭了 我知道这是跟你没关系的 以后咱们都不去海上玩了 太危险了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西倩 那天去的人里 你知道林初成喜欢谁吗 乔倩抹掉眼泪 奇怪的看着我 谁啊 他比我还要迷茫 你不知道是谁 我不知道啊 我们那天出海没多久 你和林初成就去甲板聊生意去了 我看你们聊那么专业 就让其他人都不要打扰你们 等发现你们落水 就赶紧想办法救了 但是海水冲得太快了 我们只能眼睁睁看你们被冲走 然后我们就报警了 发动人手到处找你们 找了几个月 才在一个鱼贩子那里得到一点消息 最后就是你被找回来了 那林初成到底在追谁 你们谁知道 我看着余下的四个小姐妹 她们疯狂摇头 表示不熟 跟林初成最熟的似乎是我自己 她总不可能想追我的吧 这不可能 我趴在美容床上 将乱七八糟的思绪甩出大脑 突然看到护理师手中的全身护理液 等等 我打断护理师的动作 招手示意她靠过来 小声问话 孕妇能用吗 可以的 这是纯植物精华 护理师笑着回应 还是不要了 你给我用鲜奶吧 我纠结着 肚里的孩子还没想好 怎么处理呢 打掉 有点舍不得 生下来 也不知道我爸是放鞭炮庆祝 还是打断我的腿 十五 思来想去 我还是决定同林初成说一声 感情是假的 夫妻是假的 天天孩子是真的 睡觉之前 我再次给林初成打电话 响了三声 电话接通 我家都答应赔一亿了 你还想怎么样 林初成的声音里明显带着怒气 我怀孕了 你说怎么办吧 我也不想同他废话 直接了当询问 啊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疑惑 紧接着是好伴赏的沉默 我的 林初成不是很确定的询问 你是不是想死 我冷声反问 被他气得火冒三丈 你别生气 容我想想 林初成似乎在努力压制自己的去月情绪 试探着问道 你打算生下来吗 我还没想好 先通知你一下 那我现在去找你 咱们当面说 现在不行 我睡觉了 明天吧 去医院 挂断电话 我常常遇了口气 总算说出来了 怎么解决 还是要当面谈谈 我和林初成之间 最大的问题大概就是 两家已经敌对太久 久到我都有点怀念小时候 同他一起上学的日子 小学那会儿 我就和林初成一个学校 小孩子不知道 两家大人关系不好 有一段时间 我俩天天凑在一起 七猫斗狗 直到有一次 我俩因为惹到一条恶犬 双双被咬伤送进医院 我永远记得那次 疫苗打了五次 我哭了五次 糟糕的是 每次打疫苗都能碰上他 我俩是一块被咬伤的 打疫苗的日期一致 我每次哭 他都在旁边笑 真是好一顿嘲笑 双方父母见面 总会风潮一阵 从此以后 我俩就很少 有一起玩的机会了 后来渐渐长大 知道两家是生意上的竞争对手 互相为了家里生意 交手数次 也许 我俩之间 本来就是一场误会 其实 我并没有讨厌他 从前的朋友 在长大的路上 越走越远 我心里还挺难过的 十六 医院是林初晨找的 说是他认识的人 在这当产科医生 万万没想到 他说的认识的人 其实是他大表姐 名叫周玉婷 我去 昨天的八卦 竟然是真的 你俩还真有故事啊 周医生看我俩的眼神里 满满都是八卦 闭嘴巴你 林初晨没好气 白他一眼 将我的检查单塞过去 周医生盯着我的B超单 看了半晌 突然抬头认真的盯着我 确实怀孕了 八周 已经能看到胎心了 而且 是双胎心 你怀的是双胞胎 这一下 我被捶蒙了 本来就没想好要不要生 现在竟然告诉我是双胞胎 这一定得生下来了 怎么说 你们孩子要不要 周医生直截了当询问 废话 当然要啊 不等我回答 林初晨抢先替我答了 坐在我旁边 几乎是颤抖着 拿出手机 开始认真做笔记 他这样要注意点什么 现在是最容易流产的阶段 尤其是怀了双胞胎的 更要特别注意 周医生巴拉巴拉的 开始给林初晨讲 各种运气注意事项 我坐在边上 瞧着林初晨 认真做笔记的模样 有种莫名的喜感 难不成老天爷 非要让我们凑一对 首先 我们两个人之间 没什么感情 只是一场误会 其次 就算我生孩子 也同你没什么关系 出了医院 我立刻同林初晨认真理论 我先打个电话 他将我晾在一边 片刻后 我就听他满脸笑意的在喊话 爷爷 咱们昨天同男家谈的条件 翻两倍吧 不 翻三倍吧 我要结婚 对 我要同男轻轻结婚 爷爷 你先别生气 我有好消息 轻轻怀孕了 我刚带他去做个产检 双胞胎 所以我说结婚 我正愣的听着林初晨的电话 跟着拿出手机通知我爸妈 自己通知 总比别人通知他们好 几分钟后 我同林初晨面面相去 我爷爷说 马上安排去你家提亲 你家什么条件 可以先提 我们准备一下 可是 我爸爸说要打断我的腿呢 十七 我爸当然不可能打断我的腿 但他是真的能打断林初晨的腿 不过林初晨还打着石膏呢 于是我爸也不好加重他的伤势 我闺女不可能嫁给你 我爸直言拒绝 表示想都别想 伯父 我认真的 我真心想和清清结婚 林初晨老老实实站在我爸面前 我爸冲我挑眉 闺女 咱不搭理他们 你怀了就怀了 生下来 爸养得起 不需要委屈求全 去凌驾受罪 伯父 我不会让他受罪的 我从小就喜欢清清 请相信我 林初晨连忙表忠心 你喜欢的屁 你就是不要脸的小色狼 就知道骗我闺女 我闺女好骗 我可不好骗 我爸数落人的时候 是真的一点面子都不给 此刻 我的脑中却一直徘徊着一句话 林初晨说 他从小就喜欢我 我想想 我和他之前 除了最开始认识的那几年 还算和谐 后来就一直处在 互相作对的状态 他怎么可能会喜欢我 我不想加入战团 偷眼看着林初晨 瞧他还能说出啥 伯父 我同爷爷说过了 昨天你们谈的条件 翻三倍 作为我和清清结婚的聘礼 你们要是还有什么别的条件 我们再谈 林初晨直接抛出重磅炸弹 我心说你就算要给三个亿的彩礼 你也得给我呀 你们别吵了 我坐在沙发上 突然开口 林初晨 你不应该跟我爸谈 你应该直接跟我谈 我没好气给他一个大白眼 你都没跟我谈好 你跟我爸谈个屁呀 就算我爸同意了 只要我不同意 你屁都别想吃到 林初晨略显尴尬的看我 你想要什么 咱俩恋爱都没谈过 你要跟我结婚 你觉得我应该要点什么 咱俩孩子都有了 林初晨似乎很委屈 那又怎样 我该为孩子妥协吗 就像我爸说的一样 我家养得起 我爸也不在乎 我生的孩子出来 所以啊 你想跟我结婚 你最应该谈的那个人是我 我爸在边上呵呵两声 你入坠的话 倒是可以考虑 伯父 你知道这绝无可能 林初晨拒绝得很干脆 那还谈什么 送客 我爸开门撵人 我将林初晨送出门 瞧他欲言又止的模样 心中好气又好笑 你说你真心想跟我结婚 是 我已经同爷爷说了 无论他们同不同意 我都要跟你结婚 林初晨目光灼灼的看着我 看样子他是真的喜欢我 我虽然说不上来喜欢 但是好像也没有讨厌 心里甚至还有几分窃喜 你喜欢我什么 我忍不住好奇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小时候一起出去玩 我点点头 当然记得 只是那时候的记忆 已经太过模糊 小时候 有一次 我俩被恶狗追 当时我被石头绊倒了 你明明已经跑远了 但是你还是壮了胆子 拿个小棍回来救我 然后我俩一起被狗咬了 我当时就觉得你人特别好 你怎么好意思呀 打疫苗的时候 我都哭了 你还在那笑话我 我没笑话你 林初晨连连摆手 表态冤枉 那你当时笑什么 我笑是因为我爸妈 不让我跟你一起玩 但是那天我可以在医院陪你一会儿 虽然你每次都在哭 但是我看到你就很开心 我心闲一颤 突然觉得这家伙变可爱了呢 所以你那天上游艇是为了找谁 当然是找你的呀 我跟其他人又不熟 你说要跟我聊聊 我马上就跟你去了 那你还抢我们家项目 我想到生意上被挖坑 依旧愤愤不平 我没抢 我忍不住想笑 我说你怎么这么笨呢 你喜欢我应该跟我说啊 可是我每次想跟你说点私事 你都特别忙 还臭着脸对我 我根本找不到机会 我想了想 好像的确是我的问题 但是吧 你想结婚 可是我们连恋爱都还没有谈过 我们可以结婚以后再谈 反正我喜欢你 就等你也喜欢我 突然感觉甜丝丝的 好像有蜜融化在我的心田 18 我爸没有再提入坠的事 因为林家给的实在太多了 我爸一开始 想把我留在家里生 但是林爷爷死活不同意 林爷爷怕我生完了 跟着娘家醒 觉得还是赶紧让孙子结婚的好 大手一挥 给我们画了几套房 让我们随便选 彩礼倒是全都给齐了 现金 金条 金饰堆了我满满一大床 房子 车子 股票 也给了不少 大部分都直接记在了我的名下 少部分送给了我爸我妈 于是我怀孕三个月的时候结婚了 所有事情都有人准备 我只需要每天负责吃喝玩乐 婚礼上更是简单露个面 就让我休息去了 林家给我配了八个佣人 上楼下楼有人搀扶 地上全部都铺上防滑垫 生怕我有个闪失 林初晨更是闲得连公司都不去了 天天在家陪我胎教 还说等我生完就把孩子交给保姆 带我出去补一下谈恋爱的流程 我瞧着对我言尽计从的林初晨 觉得老天爷的这场安排 或许是故意的 而我也越来越喜欢他了 故事开始于荒诞 结束于爱情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